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用造句的方式增加大家的印象 现在我有六个YouTube频道都在这里 打名字就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例句 这个例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全部都自己写的 中文英文都是 比如说我们光是讲 你如果是要背这个成语 get a few of in the vlog 什么东西 或者后面有写中文 你就记这个是什么中文 记过 我记住了 过两天忘记了 你说我记忆力很好 我记一次我很久不忘 可是你没有用 你只是记 就像单字 如果你只是记单字 你没有讲没有写 它就没有经过大脑 就没有融会贯通 所以我们用例句 当我学会唱这条新歌以后 这首歌 张会妹的新歌 我现在正在学 学会以后 你也喜欢听张会妹吗 我们两个一起学 你最没时间吗 我先学会 学后我就教你唱 当然现在也不必了 现在随便到YouTube 随便抓就听了 我们就打个比方了 这首歌我教你唱 或者家里面不准上网 不准看东西 我教你唱 反正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用get a few of 那我们带例句在后面 就用这种生活的一种例句 然后把这个成语 片语 成语 成语跟片语 应该是讲成语了 那当我在美术馆中 看到这幅抽象画的时候 完全看不懂 抽象画 尤其像毕卡索抽象画 他不是画一个实际的东西 不是画一个风景啊 或者是人像啊 或水果啦 盘子啦 家里啦 什么东西 他抽象 它是一种观念 它有它的意义 可是他画的东西 不真实 所以叫抽象 把一种形象抽出来 那我们用in a fuck 在物中 跟这个这里面没有在物中啊 你说get a few of 这是感觉 这里面都没有感觉 证明应征者 应该是无望啦 机会不大啦 可能长得不好看啦 可能学历不够啦 没什么经验啦 面试的时候 讲话反应很迟钝啦 应该是没机会啦 beyond hope 这个好像无望 希望 这个好像有点关系 beyond hope 我们可以来造句 那究竟是 乔治或彼得胜出呢 目前少无定论 可能有点争议吧 最后一球 关键球 结果 有没有压线 裁判去查一下 看起来好像压线 有没有压线 等等这种情况 这一球 关键球 压线 一个就赢了 出界 一个就输了 上无定论 我们用ad issue 这个ad issue 跟这个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 翻唱老歌 唱歌我会讲 翻唱 这个英文就不会 翻唱老歌 目前很流行 但也不一定是很老啦 也许新歌也可以翻唱 反正就是编曲 改变一些节奏 因为这个第一个 大家听习惯了吗 你跟他唱的一样 人家说那没变化啊 你也唱不过原来的 那个歌手啊 主唱原唱人 唱了几千遍了 然后录音室里面 又做效果啊 唱的好得不得了啊 你唱也唱不过它 所以编曲 大家要听这首歌 然后你把它改编一下 叫翻唱 一般都要做一点变动了 你如果说 完全一样 也可以说是翻唱 反正你唱他的歌 就是翻唱 但是一般习惯 改编一下 但你说不改编 是不是翻唱 也是翻唱 反正你重新唱 你唱别人的歌 就是翻唱 但是一般习惯 改编一下 比较有点变化 所以你看大陆寻秀节目 很多 他唱别人的歌 都叫翻唱 可是他习惯上 对不对 改变一点 东西 感觉上 有新鲜感 那可是你说 到底 get a few 什么意思啊 in the fog 在雾中啊 beyond hope 什么意思啊 等等 我们来看看 get a few of 所以这个 你可以猜猜看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 learn to understand 学习去了解 去学习去了解的意思 get a few of 那为什么不写中文呢 第一个 你写中文 你就会依靠中文 比如说 你看外国电视影集 它只要有中文字幕 你就一定看中文字幕 你不会看英文字幕 有的是中英文字幕都有 那有的是 电视上有的只有中文 没有英文 有英文在上面 你都不太看了 那上面 这个没有英文 你更不会看 然后你说我听 不可能啊 时间很有限 他们一讲就过了 你就看字幕都来不及 所以你看了半天 虽然是外国影片 可是你根本 老外讲什么 根本没什么印象 剧情很复杂 然后字幕又快 你就看中文 所以我们不要有中文 而且就算中文写 它也不一定 完全 涵盖所有的面向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英文去了解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学习去了解 那 In the fog 所以这个成语呢 就是 它实际上的意思 跟它表面上的意思 可能不一样 你说这个在物中 它这边 我们说英文是 In the state of confusion 它迷惑 为什么在物中 神手不见五指 那个大物的时候 你看不到前面路的方向 你搞不清楚头脑的昏 啊 路到底在哪里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物中就是 啊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 头昏昏 脑脏脏脏 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我说我们也可以翻 没有头绪 也可以翻 头脑混乱 也可以翻 搞不清楚方向 随便你翻 所以字典 只要一写中文 这个字什么意思 这个成语什么意思 哦 你就先入为主 哦 就这个意思 那其他的意思 跟这个 差不多 文字不一样 那个不对 我看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 你看那个中文 会先入为主 所以我们看英文最好 当然英文 也是一样 你如果能看 多看两三个字典的 当然是最好了 因为每个字典 也不一定写完整 所以尽兴书不如无书 你全部都相信 就完蛋了 所以每一个都相信 爸爸妈妈的爸妈 从小子讲到 我们全部都相信 那完蛋了 那父母又的想法 会偏差 对不对 所以尽兴人不如无人 尽兴书不如无书 所以我们要判断力 然后多听一下 然后beyond hope 就是without any hope 这个就是 没有希望 beyond就超越 超越希望 就是没有希望 然后add issue 什么意思 issue是很复杂的字 它可以发行 也可以事件 等等 那add issue 所以这个成语呢 通常它的介细词 是固定的 你不能说on issue in issue 它很习惯用add issue 可是有的时候 有些成语呢 它也可以换 比如说两个都可以 代换一下 所以这个 这个 要看情况 但是beying argued about 就是argue 我们本来是讨论 就是争吵 争辩 在争论一个事情 争论 通常会争论 就是没有定见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add issue emote就是infection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很流行 很流行的意思 emote 所以这 get a few of 试着去了解 in the fog 就是 搞不清楚方向 beying the hope 没机会了 没戏唱 没戏了 要的意思 就是在争论当中 还没定论 emote 那个流行 好 那我们就是进入实战 我们造句 句子我自己造了 造错了 不负责任 开玩笑了 但是应该 应该没有什么大错误了 就算有些笔物 在看的时候 也临时修改一下 那基本上应该 写的时候 错误就不多了 因为都有检查一遍 那万一真的有漏 看的时候 也会看 真的万一看漏 专心在讲 看漏了 多包涵 当我学会 唱这条新歌以后 我就会教你唱 once 就是当我怎么样的时候 所以像这种 once 这种 我们就说 可以当 我们说连接词了 或者是有些像 关系在名书 what where 什么等等 它后面的跟的动词 就是不是真的动词 后面才是真的动词 所以或者是像 连接词 成语 连接词 片语 都可以 连接的那个动词 是假的动词 所以真的动词 就是 主 主词 动词 受词 等等 那才是真的 只要前面有加一个 because 或者是and 什么东西 and 都是真的 连接词 可以有两个动词 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反正 你前面有一些 有一些 用 关系代名词 或者片语 带出来的 那个动词 不是真的动词 once 所以这个get 它不是真的动词 后面这个teach 才是 once i get a feel of this new song teach me how to sing 当我 once 也是成经 但我们中文不能翻成经 它一个是成经 意思 另外一个是当 当怎么样的 一当我怎么样的时候 get a feel of 就是我有感觉了 但你不能说 我对这首歌有感觉 我就教你唱 不是 当我学会 所以我们这边 前面讲 learn to understand 当我学会这首歌 如何唱以后 我就教你 当我在美术馆中 看到这幅抽象画 完全看不懂 所以你看 毕加索的 那个油画 你看不懂 它是抽象的 这个好多了 那个西方有名的 那个抽象画 还有那个打打主意 哇 你根本看不懂 作者看得懂 专家看得懂 买画的人 他也必须看得懂 一般人看不懂 他有很深的意思 一般就是 你要去问那个 原作 原画人 可是原来的画材 可能死掉啦 找不到 你不熟找不到 就很多杂志啦 那个专业杂志 会讲 或者是拍卖会上会讲 或者是展览的时候 有解说员会讲 不然你看不懂 看不懂 因为它抽象 它有含义的 你讲了以后 你可能就懂一些 When I saw the abstract 这个抽象画 它的名词 它也可以当形容词 抽象的 还可以当动词 偷东西 哇 很麻烦 很麻烦 一般是abstract 就是抽象的 或者这个太复杂的 反正就让我搞不懂的 形容词 也可以当这个 这边有名词 抽象画 也可以当动词 abstract 偷东西 我还可以当那个 选脆 就是精选出一段文章 这个英文译词太复杂了 我们不管那么多 就是当我看到这个 抽象画 这个gallery 在一个画廊的时候 所以这个有些常搞混啊 这个画廊 gallery 车库 garage 这两个都看起来 好像有点像 I was totally in a funk 当我看到这部抽象画的时候 我就跑到雾里面去了 神经病啊 这两个什么回事啊 这个你在室内看 抽象画也没有误啊 我看不 看不 你看不 我看不 看不懂 看不懂 不懂就是不懂 看不懂 就是in the funk 当你说in the funk 也可以啦 这个 定冠词不定冠词 这些倒没关系 可是一般是讲 in the funk 比较多 你说fuck是不可数吗 是不可数 照理说应该in the funk 可是它就是在一个物中 所以英文的 它那个单词会变 它是不可数名词 物你怎么去数啊 一团物两团物啊 它已经把它当作一个东西 一个物中 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吗 不然怎么办 这名应征者应该是无望了 the applicator 我们说apply 就申请 application 申请 这个动词 动词的申请是apply 所以apply很讨厌啊 它除了申请以外 它也可以是图啊 我们图药膏啊 抹东西啊 所以我每次看英文 有时候会停顿啊 就是 想到这个 想到那个 很复杂啊 因为我脑袋装太多东西啊 因为它是智慧变啊 所以你们在看那个 一个字什么意思 我在看那个字 有什么 五个意思 八个意思啊 就有不同的词形 就很讨厌 名词是application 申请 申请是applicator apply application applicator 还有再加那个 过去是ed ed又可以当那个 形容词 什么什么的 很复杂 证明应证证应该无望了 什么无望呢 我们用一个app off off什么东西呢 getting a new job 得到新工作 大概无望了 关系不够好啊 这个 脸上有个疤啦 想要麻痹啦 学历不够好啦 要求行为太多 原因太多了 反正大概没希望 the applicator is beyond hope of getting a new job 如果说我们getting a new job 就是说大概什么工作都不容易 如果getting the new job 就是这个工作 大概没机会 所以the 1跟a差别在那里 a是讲一般的 the就是这个特定的 那你可不可以说this that可以 可是定万词就取代 this that 就比较 没那么强调 然后比如说 究竟是那个乔治呢 或彼得胜出 目前没有定论 Who is the winner between George and Peter is still at an issue 那到底是 谁是胜利者呢 在这个乔治跟 彼得 彼得中间两个人呢 他仍然是 at issue 在讨论中的 没有定论的 在争论中的 在鉴定中的 就是刚才举例 他压线球 关键球压线 到底有没有压线 看起来好像有 好像没有 读者说压线了 选手提出 好 抗议用阴眼来看 网球下用阴眼来看 或者是篮球 现场都有转播的 都有录音的 所以那个裁判 马上就到 那个 主席台那边 赶快 一堆人 挤在那边干嘛 看那个 看录影带 马上就回放 Who is the winner between George and Peter is still at issue 翻唱老歌 目前很流行 to cover 翻唱就是cover 你唱别的歌 叫做cover 一般是要编曲比较多 或者唱老一点的歌 比较这样 你说新歌 我就翻唱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翻唱 人家的歌 to cover an old sound is in mode emode就流行 就popular的意思 in recent days 所以我们这样一集 我们手去 get a few off in the fog beyond hope add the issue in mode 这些就是 叫成语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老实说这是片语 它不是片语 片语是 任何两个字以上 都是片语 可是这叫成语啊 片语 两三个字 比如说 in the morning 在早上 它也是片语啊 这还用讲吗 所以成语常常是 你猜不出来的意思 的字串 所以它叫成语 那片语 一般就只要几个字以上 意思你大概也知道 比如说 get a few off 它成语啊 this new song 就是片语啊 就两个字以上 在片语 那这个有什么好的 好解释 这首新歌 比如说 I'll teach you 也是片语啊 两个字以上 就叫片语啊 所以我们这个叫成语 我们把它念一下 大家熟悉一下 也熟悉造句 once 你这边也可以wain 用wain也可以wain once I get a few of this new song I'll teach you how to sing it once I get a few of this new song I'll teach you how to sing it when I saw that abstract at a gallery I was totally in a fog 这个它不是念fuck 它是fog 可是fog 它是很选择的 它有点带r的音 所以有时候你听起来 以为是fog 又听起来那个 很难听的那个fuck 它是fog when I saw that abstract at a gallery I was totally in a fog fog 真的听起来有点像阿灵 the applicator is beyond hope of getting the new job the applicator is beyond hope of getting a new job who is the winner between George and Peter is still at an issue who is the winner between George and Peter is still at an issue to cover an old song is in mode in recent days 最近我们表演 recent 它念recent to cover an old song is in mode in recent days 最近讲这里